请金牌乐师 陶者 优脆有机奶粉 中国妈妈王牌之选 接下来是更好吸收的 优脆有机奶粉王牌时刻 在我心中你没有缘存在 不许你会有一天怀念 可是我意义不在 我不在 陶者哥的这个前奏还没响的时候 小宋就已经疯了 你看激动了 怎么样 之前碰到过没 陶者哥第一次吗 第一次见面 第一次碰到陶者哥 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 对 你的忠实粉丝 有什么想要说的 或者想要做的 想握一下陶者的手 想握一下手 我们应该要拥抱一下 拥抱一下 拥抱一下 小宋第一 脑子里反映出来的 陶者哥的歌会是哪一首 是不是爱给的不够 所以你要怀疑 所以你要怀疑 我在你也想靠近吧 直到你肩毛轻刷着我脸颊 那马路上天天都在塞 每个人天天在忍耐 没有你日子很黑白 原来这样就是恋爱 我想要你在我身边 天想生命中的一切 我想要天天说 天天说 天天对你说 我又多爱你 现丑了 现丑了 棒棒棒 辛苦了 辛苦了 厉害 厉害 真的自然自唱 很棒 不错 而且他这个像现场现弄的 热火 这都被你看出来了 小松确实是这个陶者哥粉丝 自己的偶像帮自己合生的感受怎么样 很很美妙 很美妙 今天都遇上了 这样四手连弹一下怎么样 那我弹 然后你唱主唱 我帮你合音 好的 真的 相信你 药 走吧 所以 这是 可以 成衫 但我给你的爱才失守不回来 So I 不能只是Be Your Friend 我们唱一首你们的歌吧 好 中华在柔软的一间 我跟你说这歌其实一直是有关注你的你知道吗 其实有一次我看了小宋的一个他发了他po了一个他自己在唱我的歌 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好像在准备一个演出吧 然后看到我就特别的有能量两个不同年代的人 可是我觉得可以交朋友透过音乐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我们去珍惜的 对对对 所以其实我有准备一个小礼物要送给你 其实也是我的演唱会当中用的一个耳机 哇 这么贵这么哇 哇 当你在演出的时候你就会想到我这样挂着 可以吧 哇 所以希望你会喜欢小宋 我真的太感动了 希望你会喜欢 好 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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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啦 那个迷离时光力 找自己 好 来了 来了 嗯 加油 加油 花啦啦 让我去离鱼 我只希望的可再一次 再一次回到那个美丽时光力 找自己 现在图上是像个沙梯 下半 下半 每天都是规律 这么多的人到那里去 每个没工作的线人无奈 啪啪啪啪 彼此没有安 人家就是生命的真理 可不可以 让我再一次回到那个美丽时光力 去到的民 去到民 花啦啦 天兰小语 花啦啦 云南固纪 花啦啦 滴入我的心 不用说我这回公子乱想 不能说我这回公子乱想 不用说我说我只会妄想 花花 让我去你的 这一轮 花花 花花 440 个 zł 四百个字啊 你刚刚一口气读了一篇 我的高考作文啊 这个是应该今天最高的 对不对 最高的 哇 厉害厉害 你那么小个身板 你那么大个废呢 我不会了 本轮获胜的是 仪表堂堂 祖 耶 今天几位老师的精彩表演 让人意犹未尽 古老的乐器 在老师们的手里焕发了新声 让我们真正感受到了 什么是古典及新潮 那接下来 《时代少年团》 马家琪 小宋和张真元 将和老师们一起 共同带来一个 国风合作舞台 精卫 幽脆有机奶粉 中国妈妈王牌之选 欢迎进入更好吸收的 幽脆有机奶粉王牌时刻 《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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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天梦在大海 似我的爱 可他为什么不记得 为什么不记得 我曾在乡中为勇敢于成长 无法放弃 无法对焦 他时代的对象 想给我一发长 反正我没选对 目里都是假想 我只是太想要分爱 想要分爱我只是太想 背后后对待 但是那我心中的遗憾 运到我心中跌着过去或许 它是那我心中的海 填满不回来回来 无论我流离百战 似的衣柜 相信衣柜 全能下机会 用我们传播过来说 是你不得 谢谢几位的精彩表演 在这儿要特别感谢来自24季月国风名乐团的各位老师们 真的是让人大饱耳福 也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关注国乐 爱上国潮 马上进入下一个挑战 王牌整家 顾家一体化整家 轻松选好家 顾家家居提醒您稍后更精彩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真正够香 节目由胡姬花古法小炸花生油合作播出 王牌整家 顾家一体化整家 轻松选好家 本节目由顾家家居特约播出 王牌真选顾家设计 向无界皮沙发 温润亲肤牛皮 唤醒愉悦心情 羽毛靠包 轻柔慵懒 家大作身 舒坦躺握 在家自定义你的安逸时刻 上天猫搜顾家家居 get同款好物 轻松搞定 王牌整家 正所谓高山流水遇知音 接下来呢 我们通过一个游戏 看看大家能不能找到自己的知音 这轮会给你们彼此之间的身份牌 你会知道 坐在你对面的五个人当中 谁是你那唯一的知音 我会向你们提出关于知音的问题 你们需要在不透露自己知音是谁的情况下说出真实情况 最后呢你们将会给出另外四组知音的答案 谁答对的多谁就拿分多 好 要符合实际情况 不要过度地丑化对方 那就这样 顺着杨迪举的这个例子 第一题我们就回答 请用一个词来形容你知音的特征 这样吧 从唐唐开始 没我好看 没你好看 这范围也挺大呀 别只看着我 你们也不咋地 我看那个方向而已 然后这个马上看向我 没有没有 你是最容易看得到的 最容易看得到的 最容易看得到 我俩对视到了刚才 对 不好意思啊 杨迪 他的长相人间罕见 你不会自己一会吧 干嘛 说的好像真奇异兽一样 自己去悟 腾哥 比羊迪强 好 这个 眼神非常的迷人 眼神迷人 这一下就把我暴露了呀 你怎么着 我就说你大哥 哈哈哈哈 接下来要闻 特别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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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不会玩我吧 哈哈哈哈 腾哥都快飘了 你们再这样 为什么这么自信 哈哈哈哈 小童 充满 童真很可爱 腾哥先排除在外 童真早没了 哈哈哈哈 小童可能是跟 童哥是一组 你说出道理来 这句话看似 形容的是一个年轻人 但我觉得 腾哥在 小童的眼里 宛如一位少年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发过了是吧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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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宋 你直音的特征 非常有魅力 非常有魅力 魅力这个 花翔 大帅哥 超级大帅哥 男的 你连性别都给出来了 超级大帅哥 大帅哥 我觉得 谁 因为我们这边有一个人天天自称大帅哥 刘耀文 最喜欢说我帅 也没有 也没有 杨浩翔说大帅哥跟刘耀文肯定能对上 因为刘耀文形容对方是特别帅 两个人肤浅的要命 哈哈哈哈 特别帅 大帅哥 肯定就是互 对内互夸 哈哈哈哈 接下来我们开始第二个问题啊 请预测并且描述一下你的知音 在二十年后他的事业运会如何 二十年后 滕哥来形容一下 二十年后他的事业 登峰造极 天哪 哇 滕哥的知音是他不好意思开玩笑的人 哈哈哈哈 如果是我 你觉得能登峰造极 哈哈哈哈 药儿来 肯定一帆风顺 顺顺利利的 没有人让你在这写明信片 哈哈哈哈 没有 就你一帆风涮朋友 这种有点模棱两可的挺好 飞黄腾达 这个感觉能形容每一个人 无所不能 啊 不妖直上 孩子越来越虚了 宛如昨日 整这些模棱两可的不行啊 哦 哦 有点模棱两可的挺好 哎 那我觉得 唐糖可能跟迪哥是一族 哦 迪哥形容唐糖宛 宛如昨日 嗯 有一种在形容一位女子 祝福他二十年后 永远美丽年轻 那个词叫什么 洞灵 对洞灵女神 上雨伦 唐糖形容的是 没我好看 其实腾 腾哥我一开始写的是你 后来发现 哦原来是只能写对面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 我就改了 不是腾哥就是我呗 没我好看这词 哈哈哈哈 咱们只有外帽 哈哈哈哈 老推哥你知音二十年后的事业运 二十年 我认为 对于 话语音乐会有很 很多的贡献 啊 嗯 嗯 腾哥和谭妍姐 先排除了 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花语音乐 二十年之后 我说不定我磨出来了 就这样 就这样吧 我说不定我磨出来了 你别磨华语乐坛了 行不 华语乐坛 这个信息太有效了